那其實真的有些娘家 可能比較好過 然後這個 媳婦就這樣揮揚跋扈 那這個 這邊有歷史的典故 來沈老師 對 我們都知道皇帝最大 可是如果皇帝的皇后 背後勢力更大的話 那是不是就產生了帝後的衝突 那這邊就要講到一個 比較經典的案例 就是西漢的霍城軍 那霍城軍他的老爸是西漢名城霍光 那霍光當時全景一時 為什麼呢 因為當初皇帝 漢宣帝流落到民間 是霍光一手勇力 他才有辦法登基即位 所以這個漢宣帝當皇帝之後 非常的感激霍光 對他言聽計從 那他當皇帝之後的一件大事 就是要立皇后 那霍光覺得我勇力皇帝 皇帝有功 那是不是應該讓我女兒來當皇后 對 那眾大臣也覺得 他們出生那個蘇襄世家 霍城軍也是一個最佳的皇后人選 可是這個皇帝和宣帝流落到民間的時候 已經有一個原配妻子 叫做許平君 那他捨不下這段感情 所以他又不好违逆霍光的意思 因此他就做了一個小小的動作 他頒布造書要跟大家說 我要尋找一把流落民間使所佩戴的一把舊劍 那意思就是說非常個顧念舊情 他捨不下許平君 那眾大臣也體會 這麼婉轉啊 對 眾大臣呢一看就知道哪有什麼顧劍 就是在找許平君 所以改變風向 說我們應該立許平君為后 那所以形成共識之後 就正式讓許平君當皇后 那這件事情後來也成為一個成語 叫做顧見情生 對 所以顧見情生是這樣子來的 對 那皇帝如此顧念舊情 霍光是沒辦法 但霍光有個老婆叫做霍顯 那霍顯就不開心了 所以他暗中買通宮女 毒死那個許平君 對 毒死皇后 那皇帝當然是悲痛欲絕 但他不知道是誰下手 那不過呢 後宮不可一日無阻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應該要有討論後宮的皇后的人選 所以霍光這個時候把女兒霍成君送入宮裡面 一開始是當劫餘 可是漢宣帝也知道 你把你女兒送來 不就擺明了你要讓他當皇后嗎 所以他在隔年就真的撤封他為皇后 可是偏偏這個霍成君當上皇后之後 不僅不改他刁蠻任性的個性 還仗著太皇太后是自己姨媽的關係 變得更飛揚跋扈 飛揚跋扈也就算了 更讓漢宣帝不滿的是他揮金如土 因為他覺得我既然跪為皇后 就要有皇后的架勢跟待遇 所以他花錢如流水 那那個漢宣帝是至少在民間苦大的 他就覺得我們應該勤儉持家 許平均也是很勤儉持家 怎麼到你這個皇后的時候 花得比人家兇 所以他對他的行徑 感覺非常的刺眼 那兩人因此貌合神離 後來也沒有生下孩子 對 那漢宣帝其實對大權 都掌握在霍家很不滿 但是霍光勢力很大 他在他在世的時候不敢動 所以等到霍光要過世的時候 他才開始有所動作 先收回他們家的兵權 然後再把一些霍家的人員 貶到地方上去 削減他們勢力 那這也都還算好 都還算平和 但這個時候漢宣帝做了一件事情 就惹惱霍家了 因為他開始立太子 而且立的這個太子人選 就是他跟許平均的小孩 那就代表霍家的勢力 大權有可能旁弱了 所以霍顯不爽 就直接告訴女兒說 你找機會毒死太子 霍承君有沒有做呢 他做了 但是太子在用餐之前 老母子現在要老母子 那但是太子也聰明 他在每次用餐之前 都會叫旁邊的宮女說 來給我試吃驗毒 所以幾次下毒都沒有成功 那眼看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霍顯就是霍光的老婆 就決定要發動政變 他就假借皇太后要宴請百官的名義 把百官叫來 然後事蹟殺掉不服從的大臣 然後才逼退皇帝 廢掉皇帝 但是漢先帝早就知道霍家會這麼做了 所以他暗中取得一大一部分大臣的支持 同時也也做好應變 所以他們的政變很快就被鎮壓 霍家除了霍成軍之外 所有數千人全部被逐殺 對 那霍成軍也沒有好下場 他後來被打入冷宮 那打入冷宮之後呢 那當然大家會好奇說 漢先帝為什麼不乾脆 也把他殺死 殺了斬草除根 由此一說 就是他是為了讓他活著 是為了折磨他 一來是為了報復 他當初的刁蠻任性 那二來是為了報復他心愛的許平君 被霍家所殺 那所以這個霍成軍在後宮待了十二年 他還在一直期望皇帝氣消之後 就會把我接回宮 可是十二年之後 他得到一封詔書 皇帝把他扁到更遠的宮去住 他就知道皇帝這輩子不可能氣消了 他萬念俱灰之下就上吊 就親身致敬 對 所以其實霍成軍雖然過為皇后 但最後也算是死於他的娘家勢力 或他的刁蠻任性 所以漢宣帝的立的太子 其實也知道裡面很可能有很多食物是有毒的 是 對 據說崇禎皇帝在宮裡面 也不敢吃宮裡面的食物 是 崇禎皇帝因為他是很意外 他哥哥臨時暴斃之後才登機幾位 那當時大權掌握在魏宗賢的手中 所以他其實也很擔心說 那這些太監會不會 刺激把我廢掉 把我下毒毒 是這樣 聽說他如果塑他一直交代 你去臉不能吃東西 所以他都自己做壁 自己放在這裡 因為以前那個袖子不是很大嗎 都放在裡面 就吃餅乾而已 對 他就是趁人不注意的時候 拿回來吃兩口 皇帝 要配可樂嗎 宮裡面的鬥爭 那個他們用的伎倆實在太多了 會防不身防 所以那個明哲保身 知道不要吃外面的食物 那我問你 那裡面有編一個職位叫做試吃官嗎 他們應該不叫試吃官 他們其實就是由旁邊的太監 親信太監去找人來負責試吃 對 所以那些試吃的通常都是小太監 就是年輕太監 吃一吃 暴斃就算了 不是有那個銀針嗎 好 所以也會 銀針 銀針是假的 銀針是不能嗜毒的 對 銀針嗜毒 只有一種毒藥 那就是披霜 因為古代的披霜質地不精純 所以他萬一遇到那個銀針 遇到P症會變黑 可是我們除了P症之外 還有很多種毒藥 毒銀針沒有用 對對對 光是一個銀針 沒有辦法測出其他的毒 他只能測P症而已 所以小太監 如果皇帝說來試試看 就是有可能要求他 他只會覺得皇帝恩典 賜給我 他不會跟他講 你是來試毒的 對 那要為什麼不用老鼠或什麼之類的 皇帝要吃的東西先給皇帝吃 不是 先拿一些給 像我們現在不是會有 有時候皇帝也不吃 對 那個小太監就好可憐 好可憐 OK好 那這個 雖然不要太過頭了 非常把握 對不對 加大 憑著加大四大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